五 四 三 二 一 哎呀妈呀 没开始呢 开始 哎呀 哎呀 妈妈 妈妈 行了行了行了 你说你这俩孩子 喵喵的像羊狗 笑啥呀 妈 我生病了 妈 我也不得劲 刚才才好好的去 这俩说病就病了去 哪不舒服啊 我哪都不舒服 我浑身上下 我脑袋疼 我也哪都不得劲 我就觉得我的肚子里吧 牙疼 妈呀 完了 这是怪病啊 又上医院不 对 我不去 妈妈 我们不去 咋就急个事了呢 好了 没好 没好赶紧上医院 便担务事 妈 我去不了医院了 妈 我也去不了医院了 妈 我腿疼 妈 我腿也不得劲 妈 我抹了盖往下 拔凉拔凉的呀 妈 我脚着盖往上 也不能 听说 妈妈 你这人是什么呀 是在小居的吗 我怎么看得像王叔呢 是吗 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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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妈 真是王叔啊 干了 你领着两个媳妇上哪串门去了 这事啊 没有啊 没有俩 就一个 大米粒 就我啊 大米粒 是吗 是吗 啊 哎呀 我这个盐呐 那血管堵的 看什么都是俩 王叔啊 等着咋的了 那专家说我呀 要不吃他们的产品啊 商匆啊 我心脏堵 李栋啊 脑袋堵 明年开春全身堵 到庆明就完了 我跟你讲啊 王叔啊 那个地方你不能信 明白不 你可别让人骗了 我表啊 我傻呀 我脑子叫门急了 我这么大岁数白活呀 我有什么毛病我不知道啊 你没到我这个岁数你不理解 你才有了几回兵 再说了 你就是一个物业敬礼 人家那是专家 哎呀 这谁呀 你说这这这这多坑人啊 对呀 这谁给你带起的呀 你爸 我跟你讲啊 大米啊 多亏了你爸呀 要不连今年夏天我都过不去啊 行了 我不和你们讲话了 我得回家吃产品了 王叔啊 王叔啊 你说这王叔怎么这么傻呀 我告诉你啊 他们是这样的 就告诉你们过去领鸡蛋 明白不 其实呢 他是把你勾进去 然后就上来一批那个 就是不靠谱的专家啊 就说你这身体这不好啊 那不好 其实最终目的就是 让你买他们的产品 哎呦 你说你爸也真是的 你说咋嘛不 哎呦 坏了 这两天爸经常往家拿鸡蛋 不会咱爸也上当受骗了吧 赶紧回去看看吧 您们好 您们好 父母是双职工的孩子们都注意了啊 你们父母忙 早上起来呀 就别让他们给你们做饭了 上学之前 都到你大米粒一日来饼鸡蛋 每个人还有一罐鲜婆式 喝奶就喝鲜婆式 长大了全都当不合适了 爸 您 您没事吧 没事啊 爸 你看我是俩不 我看你是个二 爸呀 你钱都上交了 哪来的钱买这鸡蛋 现在鸡蛋还用买吗 当的就领 不花钱没给 你看不光鸡蛋不花钱 我跟你说 还免费给你做体检呢 就在小区外面一拐那个门 一进门吧 他就给你发鸡蛋 然后把整个仪器往里往旁边一站 过来一个说自己是专家的人 给你就做证断 那一证断说你的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连饺子盖里头都有病片 我问你爸 那边就没让您买点产品 多多钱呢 溜溜达达达当光链 进门我就领鸡蛋 领完鸡蛋我就走 他跟我说啥我都说 你电话让你财务不进去了吗 老师 你知道啥呀 人家这回这个群星演唱会 要求非常严 你甭说小牛了 你就是我在那站岗也不能去 那规章制度是白设的吗 你就瞅我你 行行行行 拉倒吧 哎呦姐 听见了吧 都听见了吧 他还帮我 他就帮不了我 办不了这事 没那本事 哎呦 我还告诉你姐夫弟 我再重申一遍 这辈子不求你 下辈子不求你 我再求你 我真是你孙子我 行了 我跟你说 赶紧吃饭 等吃完饭以后 妞妞放学回来以后 你带着她去看演唱会 带着她去看演唱会 姐夫弟 这事你办的可有点过啊 怎么了 我刚才来回的求你半天了 张总女儿你不让进去 你让你老婆孩子进去 我老婆孩子怎么就不能进去呢 你老婆孩子凭什么能进去 我老婆孩子凭啥不能进去 哎呦你有什么权利 你有什么让你老婆孩子进去啊 我有票啊 你有 老婆 啥子怎么知道呢 我早就找好了 这不是想给你跟孩子一个惊喜吗 你老公太有本事了 真棒 来赶快吃饭吧 行 不是不是姐夫 我跟你说吃完饭以后啊 你带着孩子呀 人多啊 注意点安全 好吧 姐夫 叫啥呀 爷爷 怎么着 要上厕所呀 我上什么厕所呀 我是说这票你就给我吧 你说我这么大生意 这么多套房子 行了 看把你急的 那行 要不我这票你就拿走吧 不行 那牛牛咋整啊 牛牛 牛牛那是我亲外甥女儿 我这么多套房子 这么大生意 牛牛能理解 你这么说吧 你回头跟牛牛说啊 你就说我呢 没找到票 就说我这当爸的没本事 对对 他没本事 这合理 我有本事没 有 姐夫 妹夫 拿走吧 嘿嘿 这就是我姐夫一家人 姐夫 说好了啊 说话算数啊 真给我啊 妹夫 哎 我说句心里话啊 你比我有本事 没有没有没有 不不不你比我确实有能 但是这人 谁还不遇到点困难 遇到困难了不是互相求 那得互相帮 好 哎呦大姐夫 大姐夫 来来来来 大姐你上个座 来来来来来 大姐大姐夫 来来来来 大张线大张线 来你整 这没我的份啊 怎么没你的份啊 他们吃了都白吃 我吃的才白吃呢 我吃完了 人家也说我吃的是虾酱 没说的 快点啊 满花呢 是吗 哎呦这季节买满花可是不容易啊 你看看你看看 哎呦我得看满花呢 哦呦我 怎么啦 这是 啊 回去了 吧 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 哎呦我过去 哎哎呦 你看你说你涂啥呀啊 不是如果你老是喜欢他吗 我老 唉也喜欢嘛 行 看着你老和你老爷的面上 大明妹你给我过来 怎么这么多一千 不是你服务员傻意思啊 又跟UGA又跟我抬杠 他想咋的啊 那个亲爱的 你还是这么说 咱们老比较喜欢的 咱老爷喜欢的呀 对不对 你说咱老九多岁了 咱老爷一百多岁了 俩人家一块 那都两百多块钱 不是 两百多年了 去不去 我就给你这两百多年的面 对咯 但是咱们口话说前面 就像你们现在这种 鼠物村康的管理 那体验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怎么呀 他怎么得了 你把孙猴子 鸭五行山下了 他怎么发飙啊 你把关公 扑斯插井里了 他怎么刷大刀啊 你不大刀破腹 伤腰变法 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 这堵墙 我看着就堵墙 我推倒 啊 啊啊啊啊什么啊 给我搭上 落地玻璃窗 对 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香 那种水晶玻璃球呢 那太阳光一晃 唐唐唐唐唐的 离到软一看 它就香 水连洞 大姐 水连洞那事就再说吧 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 中间给我掏个窟窿 放上电磁炉 放电磁炉干啥呀 涮呗 涮啥呀 咖啡 咖啡还能涮呢 亲爱的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 这点是要注意一下 有的顾客呢 他不喜欢喝咖啡 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 在顾客告误之前 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 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 他喜欢吃辣 这就妥了 咱们就准备以备套啊 美菌啊 手机套啊 把能包的全给包上 能套的全套上 为啥呀 他崩一身呢 我怎么听着秀魂 你憋你 火锅店怎么了 火锅店怎么了 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啊 翻人行 必有我识 所有干的好的企业 都知道我们学习 就像你这种 连员工奖务股 都拿不到的人 就不配在这待着 你除了 他让我走的啊 大姐 我老是 我老是 大名妹 你啥意思啊 你还跟他说啥呀 要搁我 250块钱 我都给他扣子 你听见没有 他在江湖 就这个 大名妹 你啥意思 今天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你除了 再见 我走了 气死他 咱爸过瘦 66岁大瘦 这么大的事 你不早点告诉我 让我在妈面前出丑 你就故意的你 那我心思着 爸这么大的事 你还能忘了我 我这么忙 我天天忙成什么样 我什么事 我都记着呀 我 你再忙 那家里面人的生日 你能忘了我 那家里人生日 就得都记着呀 你快拉倒吧你 我的生日 几月几号 你说出来 说出来 我跪地 我给你磕个头 8月12号 行了 闹什么呢 这是我大姐夫 我磕场给他磕个头 他也不干呢 那我倒不反对 没这个环节 起哄 非让我给你磕头 我觉得大伙的建议还行 不是不是不是 说点正事 大姐夫 你看每次妈爸过生日的时候 咱俩都是意思意思 是吧 我就想问问 这回你打算怎么个意思法 那我肯定跟你没法比 对吧 我记着前年吧 我是拿了500 你当时咔 你来了5000 去年呢 我呢 是一浅 你咔 你就来了一万 你每次都是我的十倍 哎呀 大姐夫 其实这个事吧 我也是 哎呀 整天夜不能寐 我也是很自责 怎么呢 你看咱俩吧 都是女婿 在这个家里边吧 我老这么压着你是吧 哎呀 在这个问题上 我总是你的十倍 哎呀 你是不是觉得不太舒服 我没有啊 我没不舒服 你是不是不好受 我好受啊 你孝敬爸妈 我有啥不好受的呀 那就是大姐不好受 你大姐也好受 他背后老夸你 说你能挣钱有本事 不是 那你就说吧 你说你这回爸过66岁大寿 你两口的准备给多少 我是这么寻思啊 这个我不是提值了吗 对吧 单位效益挺好 另外呢 你大姐今年的活也挺多的 又赶上爸呢 是66大寿 我们两口的商量啊 拿6666 大姐夫你要拿多少 6666 不是 我跟你说 不能再多了 再多我俩就受不了了 不是 你拿6666 我得拿多少啊 那你还十倍吗 我肯定得十倍啊 他6666 那我就是 我就是6666 我这个 妹夫 你这干啥呢 这数钱呢 六万多我不得数一阵啊 你可别这么数 你这么数容易怕金森 大姐夫 我我跟你说点事 其实你和大姐这种情况啊 你看爸妈都了解 包括街坊邻居们都了解 是吧 你们没有这个条件 不要装 知道吗 用不着6666 你看爸过寿 也不是图咱们儿女的钱 就是图儿女一个心意 对对对 对不对 就算是你现在提值了 有钱了 你给妞妞买点吃的 买点喝的 买点学习用品 这不好吗 这话也倒是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说我给爸妈多少钱呢 你们不让提吗 你咋提的呀 我不是故意的 巧合嘛 巧合 没事 咱们再找一首啊 不许提钱了啊 都不提啊 不提不提 有了 我赶钱了 白钱了 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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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提 还提 不听音乐了 行不行 对 不听了 不提了 哎呀 落点什么呢 哎 他是不是喜欢咱家小米粒 对呀 那我找点爱情歌曲不就完了吗 小芹 对 哎 小芹 听点爱情歌曲 然后 你自然而然 就能说出 藏在内心当中很久的三个字 赔点钱 不用说那话 告诉你别说钱 别说钱的 你烦人 表白 表白懂不懂 来 好想认识你 从上背自己 多好啊 上辈子就认识你 每天晚上有我陪着你 每天晚上都陪着你 含蓄 在此刻 我要告诉你 白了啊 表白了啊 没有钱你会爱我吗 简单的 哎呀 别哭了 别哭了 行了 我给你说件重大的事吧 就在我来之前 刚刚我们经理罚了我三千块钱 啊 你们看出来了吗 没有 我跟你们这谈笑风争 钱有啥用 钱丢了 怎么再去挣 对 对不对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三千块钱 是不是又上吊了 我跟你说 你听我讲完道理 是吧 生活有识不易 但是它总是出奇不易 你失去了钱 说不定从另外一个地方又得到了 对不对 乖乖他了 你别和他这么说话 他这会儿那个兵不小啊 啊 你看看 弄不好就和他爷和他爸一样一样的 你看 哎呦我的妈呀 老毛大哥 你可别吓唬我呀 妹子 你可别哭啊 哎呀妹子 你可别哭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妹子 哎呀 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不哭个啥 哎呀妹子 我跟你说的 你不是 你得坚强 咱得开刀他呀 咋开刀 我 我告诉你 人家说 有病不要紧 他得有一个健康相伤的 这个这个 乐观情绪 情绪好了 病自然而然就下去了 你知不知道 啊 情绪好了 就下去了 对 去劝他 叫他乐 大哥我怕 我挺不住 你挺得住 你肯定挺得住 没事 你去劝他 哎呦我的挺住吗 这个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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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问题 快去吧 咱一块儿开刀他 好吗 好 开刀他 哎呦我的妈呀 你这 你这哪又跟咱爸 那个破轮椅 给退出来干什么 妈看我 如果来气 我说老范哪 我看你坐轮椅 就不来气了呗 啊 老头子 我对不住你 你有病 我不知道 刚才态度不好 你你消消气 哎 咱们干咋活 咋活行不 咱俩这日子 还得过呀 对呀 咱还得往好了过 你说你弄了个破轮椅 自己还不会摇 你看 他得过好日子 对不起呀 我怕我过不去了 哎呀 有啥过不去的呀 对 老板 这么的 你先别考虑那病啊 你把精神振作振作 咱坚强点 对了 老头子 平时这时间 咱俩在家干啥来着 干什么 就你订的日程表啊 啊 这时候不是扭压根吗 对呀 起来起来 跟老伴扭压根来 我都这样 让我扭压根 你扭死我 得了呗 你走走打呀 老范 我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扭不扭 不能扭 真不扭是吧 不扭 你说的 我说的 我要和老王头扭了啊 哎哎 老范 你爱跟谁扭跟谁扭 不你要正这样 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你啥时候客气过 不就来来再来走 好不好 走 扭 走 你跑我们家斗鸡来吧 干什么玩意呢 动作 动作 有这么动作的吗 什么玩意呢 眼神也太猥琐了 你能不能正经点 那是我老伴 不是 他挺好 那你说咋扭啊 这扭压根 你这 你首先这人他得 是不 你先站直 把心态放平 是不 眼神你正经点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我那扯手咋扣着呢 不是 你这大伙说说 长得好看 你能嫁磨吗 我拿一个人 不是 关键是吧 他追我 我倒挺高兴的 关键是 我在前面一走 我只要一个男的说话 他就发疯 然后就比我 也听不清说的啥 我琢磨这男的 是不是有点病啊 我得码呀 这人是脾气 小心眼 心眼太小 心眼小 个儿老高了 那么高 你说这个男人 是不是在咱们小区 门口卖碗那个人 就他呀 我见过他 你这里边爬 你啥时候见过呀 啥年来卖过碗吗 对了 老汉大哥 他说他认识你 他还夸你来的呢 咋夸的 说你体型好 他体型还好 这人可不是正宗卖碗的 我看是个饲养员 那是饲养员 再听说什么 什么 哎呦我是老头啊 你吃个人干啥呀 我不就买碗的时候 多看了你一眼吗 你这么 什么 饲养员员 不是 我们就那个顺嘴 那么一说 没别的意思 顺嘴一说 我听说 放个马 放个马呀 省不了他们 后来我去吗 我去了以后 我这马 我就过去 我就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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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完以后 那马就再吵着 见我的 说了半天 不还是这样缘吗 跟我说 这位弟弟啊 你刚才 说一堆话 我没听听几个字 你这 舌头有病啊 这不是病 一般像这种情况 都是撸串烫的 你往回 都喝住你 我跟你说 我跟老范大哥说话 你也生气啊 老范大哥 你让开 你让开 老范大哥 可是个好人 失心不媚 上次 我两百块钱 从楼上掉下来了 我范大哥都捡了 都还我了 我去拿那两百块钱 买的这件衣服 就这件 情侣套啊 谁跟你情侣套啊 人家我这个是香蕉 你那个是大马猴子 大马猴子 这个香蕉 是不是 绝配的 你妈的猴子 你那大马猴算啥呀 你今早上看老王 那人生 那大马猴子 你那还大的 你明明啊 啥学会 行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呢 你刚才说 谁还有 这跟我这大 还怎么的 老王 哎 老王 老王 你干什么你 我是老范 对对对 他是老范 你干什么你 你有话说话 动啥手啊 我老王 不是 你上母家找啥老王啊 老王他不在这儿 不是 在哪儿呢 哪儿呢 一般这个世界 老王都在喝边看钓鱼的 对 一个字 绝 女儿 你 你